请不吝点 快点 快点 哥 咱们派个人混过去 给八路军送个口信啊 送什么口信 送口信 只要咱们一打起来 就会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八路军就有机会突围 他们连这点判断 那个能力都没有的话 还出了抗什么日啊 都回家抱孩子得了 穿我的口令 打要拼命地打 撤要快速地撤 谁要是让小贵的抓上了 别说是十全站的人 好嘞 打架 就会出来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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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野机领的方向 野机领没咱们的人呢 会不会是十五军跟三十八军 他们在这一带还有人 听着声音有点像 不过不可能是国民党的部队 他们根本就没有夜战的打量 那会是谁呀 不管是哪个部队 这对咱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咱们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从野机领方向撕开一道口子 突围出去 师头 到 马上通知一支队 负责保护伤员 二支队 三支队 立刻从野机领方向攻击突围 吸怪波会合 是 老卢 老卢 老卑 被米香水这么密 是不是鬼队又攻上来了 不是 是一支兄弟部队 在包围圈外和鬼子打起来了 二支队和三支队正在撕开鬼子的包围圈 我们现在必须要保护伤员转移 好 小哥 到 一支队的同志配合你们卫生队 必须要马上保护所有的伤员安全转移 是 撤 撤 快撤 撤 撤 这 的 雷 是 挺 不怕我把你腿打射了 你还是我好姐妹不 你要是真想为这次战斗 做点贡献的话 我倒有个办法 你说 拿着你的菜刀 去学校做点热饭热菜 龙哥他们回来一定饿了呀 凭啥我做饭呀 打仗你不行 做饭我不行 你不做饭你还想干啥 这 大哥 大大哥 听见个动静啊 他们好像冲着去了 跟兄弟们说 赶紧撤给八路军上条刀 别去呀 这日本人一大堆东西呢 怎么整点回去了 算了给八路军留着吧 他们穷得叮当的 低点是上 你凭他们枪打出的动静 那这不是什么好玩意 不是哪儿那么多费话 赶紧走 怎么有那么臭啊 你也快点 下里多苍蝇 车 快点 兄弟们多吃点啊 不够咱还有 嫂子 吃饱了 行 老爸媳妇 这就对了 这才是你应该干的正经事 这都是你媳妇教的 那我媳妇就愣愣嘴 那活儿不是都你干的吗 你这吃东西还堵不上你这儿 我端枪的时候现在给你端碗 你多了不起 好 你太多了不起 你两个 你看到我哥没 谁 我哥 没有 白先生呢 你胳膊我都没看见 我看见什么白先生呢 快 你再这么一大群 人家咕咕咕干啥去了 你干啥 玩吧 玩吧 啥 玩吧 别吃了 哥哥哥 别吃了 我告诉你们 姑姑奶奶的饭 是喂老爷们的 不是喂狗的 别吃了 还笑 你们俩上吧 恩哥 人数点过了 少了一个 谁啊 老曹 就是那个在潘家打过唱歌 得罗个潘老妻子藏着药 就是他 我担心他落日本人手里 你愣着干什么 找人家 我看咱们是不是 开一个总结大会 把这次成功突围的经验 好好地总结一下 以提真士气 别急啊 大家都累了一宿了 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再说咱这个经验 暂时也没法总结 如果不是有一支部队 从敌人的背后偷袭他们 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那咱们现在很有可能 还在黑虎山里困着呢 吴司令 政委 怎么样 帮助我们突围的部队 查清楚了吗 没有 不过已经可以确定的是 不是十五军和三十八军的部队干的 这支奇怪的部队 来无踪去无影 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了 卫生队在撤离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受伤的老百姓 他可能知道些情况 他人在哪儿啊 小哥 白政委 他在伤住吗 抛的腿被鬼子的手来扎伤了 同志 你是哪个部队的 同志 我不叫同志 老乡 昨天晚上和日本人交伙的是什么人 你看清楚了吗 那是我们干的 你们 当然是我们了 都说日本人 就三头六臂 我看也没啥 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们是 西连池的 西连池 西连池 陆政委 你看啊 这儿是西连池 坐落在满头山下 和东连池 石泉寨 同属于一个连保公所 上官开机上任之后 把这儿改为连池区 西连池的村长潘老大 现在是这儿的区长 你们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这就是我们的积粮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 西连池的潘家 是当地最大的财主 他们组织护装队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 潘老大这个人 自私自利 老奸俱华 他怎么可能 此一时彼一时嘛 我们应该允许人家 在战争中不断地进步 老葛 老鲁说得也有道理 不过我跟老葛一样 也是有一些疑虑 我曾经在 石泉寨养过伤 也对西连池的潘家 有所耳闻 他们对共产党 可是非常地不感兴趣 国共两党势通水火 那现在不是也在合作吗 同志们 战争的形态千变万化 抗日的力量层出不穷 我们应该抓住 这个有力的时机 扩大自己的力量 打开局面 老乡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来 坐坐 我来给你看看 好多了 是吧 老乡 你真的是西连池的 是啊 那你知道石泉寨吗 太知道了 石泉瑜家吗 石泉寨有个葛大妮 你知道吗 那就更知道了 别说我们石泉人 就是东西连池的人都知道 你们石泉人 不是 不是 他们石泉人 小长官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 你很着急啊 我怕家里人着急 你要是怕家里人着急 我们可以想办法 去通知你的家里人 那不用了 不用了 老乡 你知道女老三吗 小长官 你是本地人吧 不是 我不是本地人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与老三他还活着吗 当然活着 活得好着呢 活着就好 我还真怕他提前死了 我们去黑口山的兄弟回来了 我都问过了 没有人见过曹盖勇 为什么 你们先闹 这不会落日本人手里的吧 三哥你放心吧 老曹是硬汉子 即便落日本人手里 他也不会出卖石泉寨的 不是出卖不出卖的问题 人是咱们带出去的 那就得带回来 活要见人 死得见世 三哥 三哥 你们 你们看见我媳妇了吧 那在莫房里头 没呀 他不会又跑了吧 早睡呢 院里呢 那孩子都在 他能跑哪儿去啊 老爸媳妇 会不会去黑口山了 黑 不能 你没呀 这恶回来了呀 你说 大女儿 你说这外面兵荒马乱的 你到处跑啥呀 我哥回来没 你哥 没有啊 没有 那 听说共产等的队伍都回来了 他咋不回家呢 你说你哥要是回来 我能不知道吗 他能不回来看看吗 我没看着 你想你哥了 我想他哪儿是 那你就是想蛇娃了 爹 你说蛇娃这会儿 得长多高了 这会儿 那走的时候是 这么高 现在能有 你比天上去 比我还高 咋可能啊 没啥事我先回去了 大妮啊 大妮啊 快晌午了 吃了饭再走吧 不吃了 家里还有两张嘴呢 爹 我跟你说个事呗 啥事啊 你跟我一起回石川阵吧 我 我不去 我可不去 我可不去 为啥呀 爹 我可听说这日本人 已经打到石门阵了 这你一个人在家 我可不放心 咱十全寨呀 寨高强厚 这日本人肯定打不进来 大猪 你别攒攒呢 那是你们十全寨 那是余家的 跟我阁老大有啥关系啊 那你不是余家的老丈人啊 我 给那毒鬼 余老八当老丈人 我丢不起那人 我不去 大妮啊 你哥走的时候啊 我就跟你哥说了 让他在队伍上呢 给你找一个 你也过几天好日子 是不是 爹 你打算让我睡 几个男人的炕啊 你这孩子 你 你怎么使劲掐你爹呀 那你自己说说 你是给那毒鬼 余老八当媳妇好呢 还是给共产党当媳妇好呢 你锅都开了 走啦阿妩 你滚吧 等等 毒炕烫了 待在路上吃 啊 路上小心点 见着日本人哪 就绕着走 爹 傻呀 你 降虑 自然好好照顾自然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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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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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哪里的 怎么来 停 老板咧 老板咧 别过来 你们都别过来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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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终于终于 你怎么能保护中国人 保护中国人 能不能保护 好大佬 别过来 老相 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 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祖上是谷阳的 我们是老相 说不定我们还是亲戚 老相 你是哪个村的 这附近的 是石泉寨的 还是西连池的 石泉寨 又一个叫于老三的 是个大英雄啊 你 你认识于老三 当然 我很佩服他 我想和他做一个真正的朋友 那那那 那没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孩子还等着我吃饭呢 请等一等 不要害怕 这 啥 啥呀 糖啊 很甜的 带回去 让孩子们尝尝 给我的 是啊 带回去给你孩子尝一尝 也给村里其他的孩子们 都尝一尝 你可以走了 董月 来 小哥 想什么呢 白府政委 想妈妈了是吧 想不想回家去看看妈妈 我们要回延安了 延安 我们刚刚到嫡后来 为什么要回延安 你不是刚才说 回去去看我妈妈吗 我说的是 回石泉寨去看妈妈 不行 蛇娃 白副政委 我不叫蛇娃 我叫云霞 葛云霞 好吧 葛云霞同志 你在延安的房东妈妈 虽然是你的妈妈 但她不是你的亲妈妈 你的亲妈妈在石泉寨 我知道 不就是你们嘴里 常说的那葛大妮儿吗 没有是非观念 没有阶级立场 爱上一个国民党反动派 爱上一个杀死我二舅的凶手 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些话的 反正有人跟我说 云霞 那都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就应该忘记了吗 我们老师说过 猎宁同志说 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 是 有些事情是不能忘记 但是有些事也不能太较真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葛大妮儿吧 白叔叔 咱不提他了 行不行 年纪不大还挺顽固是吧 白叔叔 您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好 那个 受伤的老乡在哪儿 他就在那儿啊 人呢 一个大白旗子 上面有个狗皮膏药 还是红色的 你说这啥旗子啊 你碰到日本人了 日本人 还真是日本人 你在哪儿看到他们了 就从葛条沟回来的路上 对了 他还说 要跟你男人当朋友呢 我看他就没安好心 他不是盯上咱们十全债了吧 这是他们的怀柔政策 啥叫怀柔政策 就是表面给你可可其其 给你堂植 背后给你下刀子 你去哪儿啊 好玩吧 姐 你再给我玩一个 我给你跌一个啊 听听 你看 再给你叠一个小青瓜 再给你叠一个小青瓜 老伯 糖呢 啥糖啊 我带回来的糖 吃了 就是糖纸 教孩子叠蛤蟆呢 我看你就是蛤蟆 谁让你吃的 你让我吃的 你说这还是甜的让我吃啊 我让你吃你就吃啊 我让你吃吃你咋不吃呢 这是日本人的糖 是屁双做的 吃了会死人的 早生 把糖吐出来 我让你吐出来 我 我让你吐 娘 你干啥 我干啥 别动了 你干啥 陆许姐 早生 这是日本人的糖 睡完了会双心烂肺的 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 你别打我儿子 你别打我儿子 我跟你说 都吃了好几块了 手机来的早上来了 你话来那么多呢 我们大日本皇军发动的这次战役 我们大日本皇军发动的这次战役 其宗旨就是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 支援南洋的作战部队 二村司令官交给我们的任务是 维护占领区的秩序 为前方的将士提供粮食 我要提醒诸位的是 这一带民风强悍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武器武装 而且 这和我们其他的占领区 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 我们必须要有因地制宜的策略 必要的怀柔政策和围剿抚卫 并举之决心 众族国家不用担心 在彪汉的民风 也担不住大日本皇军的武器道 八路军的主力 在黑虎山 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 我们本可一举歼灭 可是突然遭到了一股 流窜抗匪的袭击 二村司令官对此事 非常地恼怒 责令延长 可是据我们所知 这支抗匪 既不是共产党的部队 也不是国民党的部队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呢 李将军 您知道这是谁干的吗 殿下在玉溪这个地境 要说实力最强 还就赎十权债了 他们是刀客家族 领头的叫鱼化龙 这个玉溪啊不简单哪 早年在武汉军官学校学习 懂战术会打仗 而且据我所知 他曾经收留过八路军的一个政委 所以我分析黑虎山之意 很有可能是他们偷袭的 我们要会一会这位朋友了 卓索阁官 天员さんが来 好 请大家 一定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糖果 每一块糖果 能胜过一百发子弹 一百一百 田老板哪 早闻田老板就是 商界太斗 闻名玉溪 今天得意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啊 不敢 不敢 太军 您过奖了 过奖了 不知田老板今天立临 有什么建教啊 建教可不敢哪 我有位朋友叫上官开机 太军到来之前 是黄汉县县的县长兼反共自卫团团长 太军屈兵之处啊 功务不克 战无不取 小小的黄池县如探囊取物一般的 我这位上官老弟啊 我这位上官老弟啊 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啊 所以啊 他 他相恨 我听出来了 你这位上官朋友 是想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交朋友 对吗 交朋友可不敢 愿为太军 小拳马之劳 拳马之劳 老曹 三哥 怎么样了 哪儿伤了 腿滑坡点皮 不碍事 没事啊 没事 好多了 老曹 谢谢三哥 您搁这儿啊 从哪儿回来的 从吸拐沟 吸拐沟 我的腿伤了 是八路军救了我 还帮我治伤 那你见着他们长官没有 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 分不清楚谁是长官 谁是当兵的 不过 我见到在咱们村养伤的 白先生了 白先生 我认得他 但他不认得我 那你都说什么了 放心吧 三哥 我没把咱十全战说出来 他们问我是谁干的 我说是西连池 潘老大他们干的 三哥的意思是 不要和日本人说 三哥 我 我说错了 没说错 咱们不能跟日本人说 那也不能跟八路军说 都这时候了 十全战不能当出头的船子 三哥 你看看 我们出功出力 这潘老大捡了个大便宜 这买卖不划算 你给我去 出去 烦不烦呀 没事 行 那你歇着 我走了 三哥 这 这 这 没事 没事 那都给你的 谢谢 谢谢 三哥 鲁正伟 鲁正伟 前面就是西连池了 情况怎么样 鬼子处理都难下了 铁木中队实力不足 也缩毁了石门 暂时没什么危险 好 你带人留下来继续观察 是 走 潘老大 你这是怎么了 受了谁的委屈了 跟兄弟我说 别这么撒背摔玩的 上网开机 我平时对你不保 县城这两个米面店 都用你的股份 你为什么还要吃这八弯 背后捅我一刀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的米面店 我的米面呢 都让日本人抄走了 日本人抄走了 你把我当傻瓜了 店这两个伙计回来告诉我 日本人还没进城呢 米面店的米面 也就被你洗洗液哭了 你够狠哪 整整十二马车米面哪 你利米也没给我上网 你是做兄弟应该做的吗 谣传你 讹诈呀 这是有人故意在挑拨 你我的兄弟关系 你想想 我上官开机 你是那种吃里扒外六亲不认的人吗 你要不是这种人啊 这世上就没有这种人了 潘老大 我知道 你知道日本人抄了你的电 你损失惨重 我上官开机这才冒着生命危险来探望你 你还血口喷人 怎么着 自以为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那好啊 我上官开机的自卫团 可也不是吃素的 要不我们拉出去比划比划 有本事 你和日本人比划去 吃尸子捐点软的 看着我潘老大好欺负是不是 尚官修 看在咱们多年的请费上 你哪不是跟我生一半的言行啊 你我真的是一粒米 我一把面都没拿你冤枉死我 你有本事找日本人要去 你说你这人 你这人 老爷 有朋友来发 什么朋友 我潘老大的朋友都是属狗的 没好东西 这几个朋友面身不是本地人 还带着家伙呢 好 这位先生 这就是西连池的村长 潘先生 你好 许子 许子 好 来 兄弟 贵姓啊 别贵 姓鲁 鲁先生光临寒舍 有何尖叫啊 潘先生 我今天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感谢 是用这何的何能 敢收一个谢字啊 潘先生 你和你的村民不为强暴 浴血奋战 不仅帮助了我们 也打击了日寇的嚣张企业 更为它玉西 开辟抗日的新局面 做出了大的贡献哪 我代表八路军 黄河总队 向你表示感谢 八路军 阁下是八路军的长官呐 我们不叫长官 叫同志 对对对 同志 同志 你看我 管家 赶紧去茶 好好好 不用客气了 潘先生 我们八路军两袖清风 穷得很的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谢礼 来 这支枪 是搅和小日本的 送给潘先生 做个纪念 不 不敢打 不敢打 请坐 请坐 好 坐 潘先生 都说玉西地区民风强悍 以刀客居多 我看哪 民风强悍不强 但是 以民族大义为重者居多 潘先生 您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呀 有您这样的民众支持 驱逐日寇 收复河山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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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 爷 他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咱什么时候帮过八路军呢 我也不清楚 恐怕是 阴错阳差 张官礼贷了 张官礼贷 是啊 张官礼贷 好 上官礼贷好 好 上官开机呢 在守校堂啊 太夫人陪着喝茶呢 走 好嘞 你可真够狠的 虽说潘家是软柿子 但你也不至于 一只脚踩到底吧 李太太 李太太 老大 我正跟上官县长 说咱里面店的事呢 李太太 男人之间是由男人前去 就不劳烦你操心费地了 上官县长 您说咱们是在这儿 接着聊呢 还是换个地方 都没外人哪儿说都成 不过要是还谈粮食的事 那就请免开尊口 话不要说这么句啊 我刚才有几个朋友 来找我 这你是知道的 知道的 哪路朋友啊 都不会是日本人吧 我说潘老大 这我得劝你一句了 你跟谁交朋友都行 千万不能和日本人交朋友 那可是汉奸行为 成我地下不省感情 可惜你猜错了 还真不是日本人 八路 你跟八路君也扯在一起了 那识别三日挂木相堪哪 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吗 请讲 等我瞒您说 他们是我的朋友 是来感谢我的 感谢你 感谢你什么呀 你是捐钱捐物了 还是出枪出子弹了 我已经答应给他们捐粮了 捐粮 是啊 八路君也是人也得吃饭 不是吗 八路君这我挺高兴的 你看 这也是啊 他们呀 送给我的手枪 不过八路君呢 有点生气 因为我跟他们说呀 潘家 他答应捐给八路君的粮食 都被上官县长拿走了 那 八路一掌握真的很生气 说擅抢抗着军粮 那是汉奸行为 那要受到严惩的 你说什么呀 别着急嘛 我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拍摄啊 我跟他们说呀 上官县长他不是抢 他是借过几天的 就还回来了 潘老大 潘老大 你就耍我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的 我潘老大逗不过你 我只好让朋友出面了 这事我就不管了 还是让八路君找你谈吧 管家 在 送客 上官县长 您请吧 别呀 老大 大家都是朋友 好好说嘛 姨太太 我刚才跟你说了 男人之间的事情 女人不要插嘴 我姐俩 我给八路君说的是 溜车粮食 您要是问一环呢 在哪儿说哪儿了 既给八路君一个交代 也不上咱们朋友之间的合计 您要是不愿意给呢 我只好让八路出面了 那就不是六车 那是十二车 整整十二车扛着去呢 那不是小树红 我估计得杀头 堂堂的国民县长 原来是罕奸 这要是传出去 脸红 脸红啊 潘老大 够害 老官吾笑话诸黑 我这是跟你学的 每一个子弹 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剧 哪怕能伤口谁有险 云霞 云霞 你咋还不换衣服 赶紧换衣服去 我不去了 为啥啊 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谁允许你改变主意了 我自己允许的 谁给你的权利啊 司令员同志 如果是抗日工作 我坚决服从命令 可这分明就不是啊 谁说不是 去见你娘 也是抗日工作 知道吗